疫情下物理治疗师郑麒麟坚守岗位 在吉隆坡慈敌一诊中心 为患者复诊治疗 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他脚是完全没有力 他完全不能这样子提高上来 可是现在还可以绑码钻 给他一点抵抗力 给他慢慢提高上来 所以证明他的脚是开始 慢慢已经恢复他的脚的强力了 九年物理治疗师经验 郑麒麟一步步协助病友 重新站起来 复健之路不能耽误 疫情期间利用科技质变 治疗同样可以线上进行 一开始的时候是会很怕 因为家里还是有父母在家 病人来这边的也不是那种普通病人 如果我们不做呢 这样病人怎么办 病人还是需要治疗 所以我们还是要上班 这波疫情已经超过一年 除了前线医护员如期工作 还有一种行业常被忽略 清洁工每天清理卫生 也是防疫的重要环节 疫情爆发以来 许多站在最前线的媒体人 为各阶层人民提供最前线报道 这一次我去奥运会 我很有印象的一张照片 就是当时有一个日本的空手 到选手他拿了金牌 在那一幕他把他母亲的 那个照片拿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真正 令我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透过镜头留下真实画面 田永强在20多年的新闻 摄影生涯中致力于记录历史 最近这一年多 我时常有去拍吉隆坡的热处 虽然现在世界上很多 很不好的东西 很多灾难 曙光是一直我所坚持的 就是人一定还要有希望 无论什么职业 认真履职尽责 为国家发展出一份力 麦戴侯培斯林文杰 吉隆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